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坦在21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 前总理英拉执政时期大米点压计划当中 剩余的大米经检测符合可使用标准 因此将尽快地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所得归还国库 由于泰国总理赛塔正在国外访问 当天的内阁会议由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坦主持 总理府发言人在会后的发布会上表示 普坦在会议中就近期针对仓储期 已长达10年的大米是否适合拍卖的质疑 做出了回应 发言人透露普坦表示这批大米近期将公开拍卖 根据公开信息这批大米总计一万五千吨 是前总理应拉执政时期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 实施的大米点压计划剩余的大米 十年来一直储存在泰国东北部苏林府的两个仓库内 每个月的仓储费用为38万泰铢 约合七万五千九百人民币 据悉政府将从拍卖中获得2.7亿泰铢 约合五千三百九十万人民币 而这批大米将会被出口到非洲 凤凰卫视力量王涛 泰国 曼华道